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二狗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乡的美景 大家看我身后 连绵不绝的山脉 看起来石峰的雄伟壮观 大家有猜到这是什么山脉吗 没错 这就是我的家乡秦岭 这条小河的河水呢 就是从我身后的秦岭山里面流出来的山水 在这个夏天呢 天气比较炎热 摸一下这河水 冰冰凉凉的 秦岭淮河呢不仅是咱们组合这个南北风界线 也正因为气候水口的不同呢 造就了咱们南北方朋友们这个文化 饮食方面的一些差异 就比如说我们北方呢是以面食为主 咱们南方朋友可能都是说 比较喜欢吃米饭为主 对不对 我们的家乡就是这么美 山水如画风景秀丽 气候宜人 不仅如此呢 这种得天独号的气候环境和土壤 也是造就了一款又一款非常优秀的农产品 很多人也依靠自己的家乡 有了自己的视野 就比如说我们家乡的优质的特产 让我们走上了农产品电商这条道路 一晃就是四年过去了 有了优秀的产品保障 再加上用心的经营 我们这条路也没有越走越窄 反而越走越宽了 不只是我们在家乡有各行各业各个岗位 都是以靠天吃饭的农业承托起来的 就比如说这两片陕西的猕猴桃大量成熟记 有多少公司个体都在围绕猕猴桃而运作 大家看我眼前在秦丁脚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仓库 当然了 在这里还有很多个大大小小的仓库 仓库里也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司其职 大家都在辛勤的工作 正是有了每个环节的环环相扣 才把这大量的猕猴桃一批就一批的 从我们的产地送往了全国各地 千家万户的家中送到大家的手上 姐 来给大家说一下 你在这上一天班能挣多少钱 一百多块 早上八点 马上还加班了 有时候还加班 加班的话就是工资也能高一点 加班工资能高一点 你对这个工资怎么样 满意不 满意 挺满意的 还挺不错 你家离这也近是不是 是的 在家门口有这样一份工作 其实也挺不错了 是的 挺好的 是的 这两天因为临近中秋节了 我们的订单量都很大 所以仓库比往常要更忙一些 我们仓库里的打包工人们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加班 要加班到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左右 但是这样一来 他们的工资也就比往常高了一点 一个普通的打包阿姨每天都能挣一百多 按一百五计算的话 一个月也就是四千五 猕猴桃成熟季 我们这个仓库运作大概就是个至少要三个月 三个月他们就能挣一万多块钱 这还只是普通的打包阿姨 何况还有一些插车司机啊 或者是库馆 这些岗位能挣更多 一个月大概工资就在五千左右 光我们这个小仓库 每天就有百八十号人在忙碌 大家可想而知 整个猕猴桃的产地 那么多的仓库 这个猕猴桃成熟 得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呀 有时候有的朋友们会说 小慧呀 你们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助农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反而觉得相反 是农业成就了我们